昨天Felicia的新闻也有讲到 旧金山的天主教的主教 拒绝虔诚的天主教徒 Nancy Pelosi's领圣餐 行圣礼,不能做礼拜 直到她认罪悔改 公开声明,反对堕胎 因为Nancy Pelosi's 支持堕胎的理念 跟天主教两千多年以来的这个教义 完全相似 但是Nancy Pelosi's 才懒得管这些勒 我可是众议院院长耶 天主教又怎样 神的律法又怎样 教义又怎样 我Nancy Pelosi's 去你的教会是给你面子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的神真的存在啊 没错,现在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要怎么找到解答呢 我们要来看圣经 看是神是怎么说 还是来看The View 这个频道,来看看 Wilby Goldberg 这个大主教是怎么说的 The abortion rights battle is starting to blur the line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e Archbishop of San Francisco Nancy Pelosi is calling for speaker Nancy Pelosi to be denied receiving community because of her pro-choice stance He's one of the priests who also called for President Biden to be denied sacrament This is not your job dude That is not... You can't... That is not up to you to make that decision 这...这边先暂停一下 就是... 那个就是他的工作 做这个样子的决定 就是他的工作内容 这就是主教在做的事情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Wuppy Goldberg 或许不懂 因为他不是个天主教徒 我也不是天主教徒 我也不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历史上 很多天主教的主教 透过这样子的权利 来达到自己的私欲 但是... 主教的工作 其中一个内容 就是决定 要不要让人做礼拜 领圣餐 行圣礼 因为 是对于整个基督教来讲 如果你犯罪 但是没有认罪悔改 然后又行圣礼的话 你是在吞食你自己的罪 你自己的不洁净 所以说 这个主教做的决定 It's an act of mercy 是出于怜悯的 是为了Nancy Pelosi's 不要再让罪吞食自己的方法 但是 跟刚刚提到的AOC一样 Whoopee Goldberg 这个假的犹太人 无神论者 要来教导天主教的主教 什么才是真正的天主教 You know, what is the saying? It's kind of amazing But... You know... What is the point of communion? Right? It's for sinners It's for sinners It's the reward of saints But the bread of sinners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That is... If Pope Francis says That's the issue But see... 不管他这边装的多懂 多了解 还断章取义的quote 左派教宗的话 那些都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跟教导 我知道天主教 2000年以来的教导 一直以来都是 你在做礼拜之前 你要领圣餐之前 要认罪 要悔改 捷径了之后 就可以参加礼拜 有的时候天主教徒 可能太忙 没有办法去忏悔 这个时候 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会选择 不参加礼拜 因为如果他们 还参加礼拜 领圣餐 行圣礼的话 根据 圣保罗的说法 For he that eat and drink unworthily eat and drink damnation to himself not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中文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 不过 这边重点是什么 或许 你不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Nancy Pelosi跟Whoopee Goldberg 也很明显的完全不相信 觉得这一切都是胡扯 没有差 没有人在逼这些人当天主教徒 就跟没有人在逼别人 要当基督徒一样 如果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胡扯 没有意义的 只是一堆人 星期天浪费一个早上 不知道在干嘛 为什么这些左派 自由派 会这么坚持的 要Nancy Pelosi 在一个有罪的立场 跟人生当中 做礼拜 如果他们认为说 教会是错的 不只是错的 而且是彻彻底底的不人道 特别是在堕胎 这样的观点上面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乎 天主教 主教的教会 行圣礼 这样子的仪式 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 左派就是一个宗教 堕胎就是他们的圣礼 然后这些左派的人 想要他们亵渎神的行为 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这么简单 南家儿童合唱团 现在开始报名了 南家儿童合唱团 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 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 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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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